给同学上课没有听到的或是请假去比赛的同学呢 再讲一下为什么等数圆周运动 他在这个圆上直径 他在直径圆的直径投影呢 是减血运动 等数圆周运动 与他的圆 然后投影 那是 减血运动 那我们就先画一个等数圆周运动的圆 对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一个 X轴 这就是 X轴 那X轴画出来以后呢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 他转到了这边 然后转到这 那如果他转到这他一开始的位置可能是 可能是在这里 那现在呢跑来了这 这是一个等数圆周运动哦 那我们要做投影 首先这个其实是要投影他的位置 位置投影 那位置投影就是上面有一道光这样打下来 然后他的影子在这边 那如果说这个圆他现在转了SETA的角度 那影子的长度呢就是 这一段哦 为什么歪歪的 影子的长度就是这一段哦 那如果说这个等数圆周运动的半径是R 那这个绿色这一段就是Rcosc 然后如果我们又以原心的位置为零点 然后呢 以向右为正X 然后呢 我们因为这是圆嘛所以 在他一开始的位置这边呢 是位置为R 就是一倍的半径 那这里是X轴 所以位置就会写成是 X 位置其实就会是 R 乘上cosc 就是这样而已哦 那如果我们再来要看一下 加速度的投影 那个 我 好 再来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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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加速度的投影 等数严重运动它都有向心加速度 比如说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有一个向心加速度 我们来看看用什么颜色比较好 用橘色 这个就是粗粗的 怎么那么粗 用这个好了 等数严重运动它的加速度是向着圆形的 所谓的向心加速度 随着它转到了这个θ角的时候 它的向心加速度还是一样是指向圆形的 我们把它画大一点好了 其实也不能画得太大 这个是向心加速度 这个也是向心加速度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给它投影到直径上 所以有光这样照下来 有光这样照下来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的影子呢 这个绿色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跟这一段一样长 好那这一段呢 其实也会是accosθ 那因为它就是这个蓝色的ac 然后我们的θ 我们的θ就是这个角 所以其实这个角就是θ 所以其实这个投影下来的加速度呢 它的大小是accosθ 好那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accosθ跟我们的正方向呢 是反向 当我们的位置是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θ相同 我们的位置走到了这个绿色键 绿色勾号这边 那这时候它的向性加速度啊 就是指向圆心 但是投影下来以后 却是指向负方向 指向负方向 所以我们会在前面加一个负号 代表说它是这时候指向负向 因为这边如果是正的话 那这里就会是负 好有了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来做证明了 证明说 它的确就是剪血运动 好我们把第二式除上第一式哦 那就会得到a 投影的加速度a 去除上投影的位置x 就会等于负accosθ 去除上rcosθ 就这样消去咯 那接着呢 我们再继续处理 a就会等于负的ac除以rx 这个很像虎克定律哦 为什么呢 我们要稍微推理一下虎克定律 虎克定律的 就是弹力啊 就是我们的弹簧的伸长量呢 跟它的弹力成正比 但是呢也是一样是反向的哦 f等于负x 那如果说今天它的合力呢 它的合力呢 就是弹力 弹力作为合力 那就会是 f就会是 合力 等于ma 可是今天合力是 -kx 就会变成是 -kx 等于ma 那一样你可以把a留在一边 那等号的另外一边变成m分之kx 那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 是非常的相像呢 其实这两个 它的确数学上的形式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 ac 和r呢 是一个常数 是常数 因为我们的向心加速度 在等数远舟运动 它的大小是不变的 那另外一个 在弹簧的虎克定律的情况下 弹力常数k 以及弹簧所挂的物体m 它们都是已经确定下来的 所以它们也是常数 只有位置x跟加速度a是 随着震荡而变化 那弹力常数k以及 弹簧所挂的物体质量m 这个也都是常数 不随着震动而变化 那我们的 比较红色的这个 是由这两个投影 来的 是等数远舟运动的投影来的 那等数远舟运动的向心加速度ac呢 它也是不随着 这个投影的影子而变 那 等数远舟运动的半径也是一开始就定了 所以 这个框框 向心加速度ac 除上r也是一个常数 然后那这样的话就代表说 等数远舟运动的投影 跟我们的虎克定律 是有一样的数学形式哦 那就是代表说 他们的运动会是相同的 他们的加速度以及他们位置的关系 是一样的 那就证明了 等数远舟运动 在直径上的投影 的确的确就是减协运动 好那另外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R分之ac 和m分之k的关系 所以 我们可以把ac这边呢用 它是等数远舟运动的向心加速度 我们把它换成 Omega平方R 好那结果就会变成 Omega平方R 除以R 会等于 m分之k 各位就会发现 R下去了 好所以这里就会剩下 Omega 等于 根号 m分之k 那因为周期 T又是Om分之2π 所以这里就可以把周期写为 2π根号 k分之m 这就是弹簧的周期公式 那弹簧的周期公式 你会发现 它跟 质量 以及弹簧的立场数有关 跟其他的东西都无关 比如说 跟弹簧的正幅无关 它跟R无关 所以我们曾经有请同学 观察一下 把这个 弹簧呢 拉小力让它震动 跟拉很大力之后 放手让它震动 结果周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弹簧的周期公式